记者红素金台北报道,前副总统吕秀莲近来因为托党事件频频登上媒体版面,他昨在TVBS少康战青市节目中爆料,曾经被前总统陈水扁亲典为民进党主席人选,但遭到他婉拒,日前民进党确认由姚文志出现参选台北市长之后,吕秀莲在脸书写下拜拜。 拜拜。民进党遭到外界猜测是退党宣言,赵少康在节目上追问拜拜的意思,吕秀莲妙达就是珍重再见,让自己无党一身轻。我想做个自由人,说些良心话。 吕秀莲坚持自己是脱党而不是退党,并针对党内初选的机制,提出自己的看法。 昨日恰好是吕秀莲的生日,赵少康和节目工作人员特地准备蛋糕和鲜花,在录影结束之后由赵少康送上惊喜。 关于生日愿望,吕秀莲只许了国泰民安,也正呼应了她在节目上反复提到的希望台湾越来越好的期许。 赵少康问吕秀莲,怎么让台湾越来越好? 吕秀莲语重心长地说,两岸要对话,蓝绿要和解,两岸的未来,就是台湾2300万人的未来。 至于是否愿意剪蔡英文一面? 吕秀莲态度坚决地表示没有必要,但愿意与总统副秘书常臣局通电话许就。 赵少康特地帮吕秀莲过生日。 TVBS提供,赵少康特地帮吕秀莲过生日。 TVBS提供。